厦门的古龙育园小区的住户们 这几天日子过得是提心吊胆 因为小区一楼的轮胎店偷偷扩建 竟然挖出了一个深7米 面积达到了300平米的地下室 严重威胁了民房的安全系数 本月初小区居民发现 轮胎店每天晚上都有货车 运着土石离开 带着疑惑走进店里 眼前景象更是令人震惊 店内深约7米 面积约300平方米的地下 仅留了9根地基支柱撑着 而且伤痕累累 一些钢筋已经被切断 执法人员判断 是在原有地下室的基础上 先后进行了两次挖掘 这个叫柱基 原来的柱基是4乘以4 它有一个大方角 现在为了整起这个空间 它把它一个一个吸 那边吸掉 吸着剩下一个柱基 那边吸掉剩下四分之一 是这种种 帝着了解到 旁边一栋楼的两家商户 也都私自挖掘了地下室 深度有2米多 面积总共近200平米 居民们表示 两栋楼都有19层 每栋楼有152户住户 他们担心挖掘地下室 会危及大楼结构安全 目前鉴定工作仍在进行中 鉴定报告完成后 相关的排险加固工作 将立即展开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